第四十题 有关二氧化碳的制备与性质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选项A 可使用大理石当反应物 盐酸当催化剂制备 这个是错的 我们的大理石加锡盐酸产生二氧化碳 这个大理石跟锡盐酸都是反应物 选项A错误 选项B 若使用排水及气法收集 二氧化碳将大量溶于水中 是错的 能够使用排水及气法收集的气体 是难溶于水略溶于水 不会大量溶于水中 选项B错误 选项C 加大压力可使二氧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增加 这个是对的 我们学过气体的溶解度 在低温高压的情况之下 溶解度会比较高 所以选项C正确 选项株 二氧化碳因含氧 故可当助燃物是错的 我们的二氧化碳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很多灭火都是利用二氧化碳 来达到灭火的效果 所以第40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加大压力可使二氧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增加